很多台商二代会否定创一代的一些理念跟概念 我一直推崇认为这个方式是不对的 因为只有他们的一你才能在后面加零 中学时期便跟随父母常居北京的台湾女孩徐玉格 已在大陆生活17个年头 从当初参加大陆高考并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到读书时期出场北漂创业 再到如今成为独当一面 经营文创品牌的创业者 他不会沿台商二代身份对自己的帮助 我坦白说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基础 如果我真的是从零打上来 其实会比现在苦很多 徐玉格的母亲邱姿英曾是全国台企联副会长 深耕文化产业 生意版图遍布文物拍卖展览 文创商业设计等领域 大学毕业后 徐玉格首先加入母亲的企业 数年后在家人支持下创办文创品牌 台湾印象 将台湾商品引入大陆市场 徐玉格说 父母常告诫自己 以德服人或以能服人 是立足于公司的两套方法 于是他总是要比一般员工出更多力 吃更多苦 寒冬腊月天谈恋瘫 参与产品设计挑战未知 徐玉格从第一天工作起 便加入基层员工行列 帮助公司探索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路径 在他看来 虽然父辈有一定的资历和财力 但台湾二代并不能被简单定义为富二代 多人把台湾二代定义为富二代 这个是错误的一个 台湾二代有优秀的年轻质台干 也有优秀的青年创业 也有一定基础上去创新的二代 所以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名词 2020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 也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 此前 徐玉格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展示 故宫授权台湾印象设计制作与销售的特许商品 推出具有文化符号的文创产品 是徐玉格为台湾印象设计的未来前进方向 此番与故宫的合作 他格外看重 希望透过故宫的平台 我们也将台北故宫 也跟北京故宫做结合 更希望加上沈阳故宫 把三宫的资源跟特色的产品做一个整合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 在徐玉格看来 当前两岸深耕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越来越多 台湾年轻人偏好创新性 原创性强的产品 大陆从业者对某一领域挖掘更有深度 两者的结合 会把带有中华文化印记的文创带向高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